旭東卡羅 字幕志祥 字幕志祥 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紫恩塔羅解的 《烏洞塔羅時間》 這星期因應我們的塔羅時事 講到IMD有一個報告 就是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 香港我們跌了分 今天這個題目會設為 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如果你們每一個人都已經來聽的朋友 如果都已經有一個很肯定的專業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你在這個專業裏面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人才 如果已經你覺得我是啦 我很成功啊 這個題目就會是 你在你這個成功上面 你怎樣可以更加成功呢 好 那我們這個星期都跟平日一樣會出三隻牌 我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好 那我就會 現在正在看 打算和我們一起玩這個題目的朋友 以及將會來到的朋友的能量 來拿出這三隻牌 看看會有什麼啟示 大家知道我們塔羅是一個增長我們智慧 給我們啟發啟啟示的一個工具 是幫助我們能夠把自己的實力 自己的更大的能力發揮出來的一個工具 所以命運永遠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好 那我們牌就出了三隻了 這個星期的問題就是 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鼻哥吸氣、口呼氣和平日一樣 吐氣出來的時候 將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眼前這三隻牌上面 A、B、C 你一定會看到有一隻 靈靈的吸引你的 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看不到的指引很遠 你就只選A、B、C 在你的感覺裏面 所以我們呼吸的時候 我叫你們鼻哥吸氣、口呼氣的時候 一直去做 現在已經開始了 先做一些呼吸 大一點的呼吸 主要的目的就是 將我們由頭腦再帶回到我們的心 我們的感覺裏面 因為直覺又或者我們的潛意識 都是我們感覺範疇的東西 如果我們的腦這麼厲害 想得通了所有的東西 我們就沒有問題 所有的東西都想通了 但我們的腦又很有用 不過就是我們懂不懂得 什麼時候怎樣去運用它 而不是給它牽著我們 好了 一齊來了 這一次 鼻哥吸氣、口呼氣 這個禮拜的問題就是 我怎樣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A、B、C 好選定啦 選了A牌的朋友 怎樣可以令自己培養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Balance 好看牌 Balance 主牌來的 Balance這隻牌呢 都經常來到的 我們會看到第一件事 就是對於所有事情 你能不能夠有一個平常心 Balance平衡 你看到這隻牌 它嘗試去表達兩邊有重量 中間拿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無論在任何事情上面 其實我們都會需要 需要拿到一個平衡的 有些人就會說 我們家庭、工作、事業、愛情、家庭 怎樣可以拿到一個平衡呢 其實甚至乎只是在工作上面 我們怎樣可以拿到一個平衡呢 對於事情的看法 我們是不是就說 如果 譬如在我的工作上面 那些人不給我這個人工 又或者不給我這個積清 我就不做了 諸如此類的事情 是一些一定的事情 這個一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失去了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叫做平常心 平常心呢 它就等於那個 balance 中間的那一點 就是說 中間的那一點 是代表了 我們沒有 resist 我們沒有 resist 也沒有很大的 desire 沒有很大的 resist 也沒有很大的 desire 這個牌 在這個答案上 這方面來說 可能有一些 所謂的 但是給一些耐性 用心去感覺 為什麼它會叫我 要拿到一個平衡 從而我才能夠成為一個人才呢 很多時候可能 機會來到的時候 因為你的頭腦 一些 resist and desire 我剛才說的 因為我們做得差不多 人的時候 做了這麼多年 人的時候 一定的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 resist and desire 就是抗慨排斥和渴求 但是你可能會說 我不是要有很大的 desire 我才會去把我的工作做好的嗎 是 但是 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的抗拒和排斥 在很多不等的地方上面 浪費了我們很多的力氣 例如我剛才給過一個小小的那個例子 我們有很多東西 set了給自己 從而令到很多時候 有一些機會來到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讓這些機會流失了 譬如有一個job 然後你可能擔心被騙 可能你曾經被騙過 或者你很害怕會被騙 你就很想一定要全贏 但是 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經驗裡 我們都會增長我們的智慧 智慧和經驗 就是我們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才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在選擇APA的朋友來說 簡單一點 就是你讓自己對事情的看法 你自己在生活裡都要得到一個平衡 加上我剛才提到的一個平常心 平衡與平常心 這樣去到繼續發展你的passion 應該這個題目是我設定的時候 就是放在事業上面 在你的事業上面 Balance 平衡與平常心 就是你會更加成功的一個重點要決 選了B牌的朋友 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呢 我可以讓你選擇APA的 好 我們看牌 commerseman 看牌 如果這隻牌呢 就 會告訴我 很可能選了B牌的朋友 你或者 如果你有以前已經有一些職業 專業在做的 有一個可能性 你可以去 開始另外一些新的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以前做的那個人不適合我呢 我不知道 不過 如果他現在說從新開始的話 如果你已經是有職業的人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所謂的轉型 很多人 早前我見過很多公司的老闆 都會把他們的公司為了能夠達到一個更創高峰而去到轉型 另外 這張牌的另外一個範疇我會看到的 就是可能你是剛讀書出來的 剛剛開始起步的人 剛剛開始起步的話 怎樣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當然就是要有這個目標 我見到很多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讀完書出來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 他未必一定有這個目標 就是我要成為香港的一個人才 為香港去做一些事情 OK 你要成為人才 要為香港做事 我們現在在說 當然你說我要做人才 然後我要移民去加拿大的 當然也是你自己的選擇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禮拜的時事 就是關於香港的 如果你也有這個心 想為香港去見樹 當然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們會看到香港來說 很多讀完書出來的朋友 可能他們會去想 怎樣為自己買一層樓比較多 又或者他們可能會想 怎樣會開心些 會比較多 多過他會去設立 就是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 成為香港的一個人才 而見樹香港 其實當你有這個primary 我會叫他做目標的時候 primary就是只有這件事 其他的事都沒有 其他事都是次要 primary就是首要 如果你有這個首要 而當你建立到這件事 即成為香港的一個人才的時候 其實無論金錢 或者是關係 很多東西我相信都會伴隨著而來 因為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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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那些細節主 但是如果你是剛剛畢業出來 讀完書的人 如果你有給這個題目吸引到 我怎樣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要有這個目標 然後成為哪一方面的人才 是你想要的呢 你對自己的了解清不清晰呢 這些東西都會成為你 能不能夠在你挑選的專業裡 成為一個人才 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這裏講多兩句 我剛剛收到 其實行行出狀元 未必一定要讀很多的書 我們才能夠成為一個人才 我們真的 虎纜網上很多很多的資料 現在我們都看到 有很多很成功 在他們自己領域裡面成功的人 其實也未必一定是 PhD 啊 Doctor degree 未必一定 但是 如果你的其中一種才能 就是吸收知識的话 當然這已經是你的才華所在 千萬不要浪費了 如果你是一個讀得書的人 正所謂就說 有沒有用 當然一樣是有用 絕對是有用 好 好 選了絲派的朋友 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HARVEST 我們看牌 好 我們看牌 HARVEST 豐盛 豐收 我怎樣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我這裏看到的就是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你的思想要夠豐盛 你要相信你能夠做得到 而另一個方面就是 如果你說我其實讀到書 但我又不可能沒有那個資源 去讓自己留學 你就要相信你有那個能力 其實我們只要有那個目標 任何事情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你如果選了CPA的朋友 再看一看這張牌的感覺 封城 豐收 看到嗎 所有的東西都是圓滿的 在這張牌裏面 所以在你的世界裏面 你要相信 封城也是屬於你的 而這樣去培育自己 因為我怎樣可以成為一個人才 這件事絕對是一件培養自己的一件事 如果你說 我會看到的就是 選了CPA的朋友 很有可能 思想上面 或者是真正的物質的生活上面 可能都會是 如果思想的話 可能會帶著一些 不是那麼豐盛的思想 豐盛的思想 我們就知道 就算你長得醜樣 你都會覺得 我很正的 我很特別的 我不是靠我的樣子來勝出 或者靠我的樣子來做為一個人才 這個就是一個豐盛的思想 我純粹拿個樣子來比例 豐盛的思想 你怎樣可以讓自己的思想變得豐盛 物質上面的話 如果你說 我出身低微 我能夠買到一間屋 我的屋邨大 我能夠買到一間屋 已經是我畢生的目標 我怎樣幫香港建樹 這樣就已經思想負面了 也都很大的limitation 很大的封閉了自己的可能性 其實我身邊也都有 我不敢說很多 但真的有一些很親的人 是家裡很Harmony 很好的 但就是沒有那個能力供他去讀書 他也很讀得書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很成功的建築師 他當年就是借錢 去到讀書 讓自己真的成為了一個人才 人才 這張牌裡面 我還看到最後一件事 看到我的層面 如果你說 其實我家裡都是小康之家 又或者是好的小康之家 很豐盛的 那你就麻煩了 你怎樣讓自己成為人才 你有沒有好好運用你的 你的 你的豐盛的物資 財產 即是這些資產 這些能量 可能是父母給你的 很可能 Most probably 有沒有好好利用這些 你所擁有的 來增值 今天我們講的就是增值自己 讓自己成為人才 的話 有沒有這樣做到呢 加上這個我們剛才說的 不單止是物質上面的封城 還有你的心靈 你思想上面的封城的思想 心靈的封城 這些就是選了絲派的朋友 讓你自己能夠慢慢更加成功 成為一個人才的一些啟示 希望今天我們的烏冬塔羅 到大家聽得開心 也有啟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